另外带您看到,智果移动有限公司23号是制证三站文件站 水源文件站各一台外用的电动自行车 让文件站的服务人员能够把餐送到长者的家中 而秀黎虾公所顾问肖采君以及乡名代表王省刚主 同时也制证了生活物资进行关怀 智果移动有限公司关怀工业活动 而少后前往了三站文件站和水源文件站各自证一台外用电动自行车 希望方便造福人员前往送餐给文件站的长者们 而这时也前来制证民生物资来进行关怀 那这次的公益发放活动就是智果股份有限公司 他来捐赠我们一个电动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他就是来目的在部落给弱势的族群 然后还有文件站送餐 文件站送餐其实有时候部落的巷子小小窄窄的 不好摩托车不好用 所以用电动脚踏车我觉得更适合 但这次也要谢谢肖老师来帮我们争取到 希望未来我们全乡的部落都可以受益 因为我自己也是太鲁阁的小孩 所以由这个智果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是个瑞典人 那我很希望这位李克勤也能够来到我们的部落 可以亲自看到我们这两台车 有一台是在三站文件站 今天这台呢 是在水源文件站 我希望我们的长者都能够收到热的物资 还有如果夏天的话 希望是冷的也行 所以我希望这些其他的部落呢 我希望治国的创办人也能够给每个部落都有一台 这是我期待的 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使用这一部车子 修林厢美代表王省刚主 修林厢公署顾问杨彩君是太鲁阁族的主人 从小在重得村长大 出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外地 两年前看到修林厢代表王省刚主在做公益 他也前来支持关心部落的事务 而致次关怀活动可以说是骗起修林厢主个村 他希望在后半年的日子里 能够全心全意的为部落进行关怀办理公益活动 ge ok 主持人介统 野小姐 第一反正正到 这种仪秀秀道